我们在讲肾脏里面 我们每天吃的五股杂粮 大部分都是经过大小便排出来 那其实上在我们的饮食里面 一定含有钙 一定含有草酸 这个是最常见的两个代谢产物 那当你吃很多东西 然后呢水又喝得不够的时候 或是你今天吃了很多盐分 这些东西加在尿里面 其实就变卤汁了 今天如果你晚上吃了一顿大餐 你会发现你那天晚上的尿 几乎都是白佐的 所以其实上你必须要在 适当的一个浓度之下 让它不要洁净 大家知道你所有吃的东西都会有钙 从肠胃到吸收 你的骨头代谢也会产生钙 都会从尿里面排出来 而钙呢这个东西是很珍贵的 所以你知道当你吃了很多钙片 你每天吸收就是800毫克 你吃再多都没有用 大部分的钙还是从大肠排掉 从大便里面排掉 所以钙我们不担心 我们担心的是草酸 草酸这个东西呢 你所有吃的包括看起来很无害的蔬菜 蔬菜里面呢 豆腐里面呢 还有很多的海鲜里面 其实上都含有这些东西 那草酸是一个我们正常的细胞里面 都有DNA DNA代谢一定产生草酸 所以这一些东西是你躲不掉 唯一草酸比较少就是鸡蛋 一颗鸡蛋只有一个心 只有一组单DNA 所以它产生的草酸是最少的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真的是很怕产生草酸 也就只有吃鸡蛋 可是我想没有人可以靠鸡蛋就活下来的 钙吸收是有限的 草酸吸收是无限的 所以数据决定步骤是草酸 所以呢 我们每天吃了那么多东西 把它吸收到你的身体里面 它又把它排出来的时候呢 两个 乔治玛丽 两个就在我们的肾脏里面结合了 那里面又有一些热区 我们在讲肾脏里面 会有一些点 它就是 这个地方发炎过 这个地方产生石头过 那个地方似乎很容易再产生石头 那当然还有很多身体的一些 一些发炎反应 包括一些细菌感染 都会促进这些里面容易产生结晶 而很简单的这种结晶原理就是浓度 我们做过化学反应就知道浓度够就会结晶 够饱和就会结晶 而什么时候会让它够饱 第一个你水喝不够 第二个你吃了很多的钠 钠离子从那排出来之后 再加上去变成第三因子 那整个就让里面的卤汁特别的浓 那既然我们知道草酸是一个万乐之源 因为它是从我们的一个饮食里面 无限量的一个吸收进去的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 你吃了一顿大餐之后 你最好是多喝一点水把它排掉 排到你的尿比较干净一点 那我们再结束这一餐 那当然有一些人体质就是特别容易产生结晶 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一个化学反应之外 还有身体里面酸减脂 还有包括你的肾脏的情况是有关系的 那只讲这个好像不大公平 因为草酸盖占了男生80%的结石 占了女生60%的结石 那其他的20%跟40%怎么来 对女生来讲 其他的40%占了很多是因为尿路感染造成的 我们的尿里面有一些成分 磷酸安酶 磷酸安酶 这很多东西呢 其实上就在我们的尿里面都有 加上细菌的催化之后呢 它就会产生结石 那就跟不得了 磷酸安酶这些无限量供应的一个原料呢 加上细菌的催化之后 它会在很快的速度之内产生新的石头 甚至你把它打完之后 如果你的尿路感染没有处理得很好 它会很快再重新跑出新的结石出感 所以有一些结石很慢的长 一辈子可能是长一次 但是有些人复发率就很高 一直会产生 那其实上结石我们基本上就是从原料来分 那最常见的一类就是草酸钙 那第二类可能就是属于磷酸安酶 就是感染结石 那其他就比较少见的 纯尿酸或是说磷酸聚氰胺 或是说一些比较罕见的一些成分 那其实上都是属于很久才会碰到一个 所以我们大部分面对的是草酸钙 而草酸钙是比较硬的结石 而且它在结构上会是属于同心源 就是说最里面的这种子 然后它经过在里面漫长的一个脱水过程 它会变得越来越硬 就像我们看到盐石一层一层的一样 结石上我们的结石产生也是一层一层的 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就是我们讲的 银酸安酶就是这种感染结石 它的产生其实上次蛮快的 但相对比较软 有多软呢 可能跟粉比差不多 但是树大便是美 当它长到很大的时候 可以把整个肾上填满 我想那是一个噩梦 对我们来讲 那么大的石头要把它取出来 就需要发挥很大的一个心力跟成本